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久后 中共中央在清建县早林沟村举行政治局会议 决定由毛泽东 周恩来 任毕时率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留在陕北 指挥全国各解放区人民解放军作战 由刘少奇 朱德 董碧武等率一部分中央机关人员转移到华北 进行中央委托之工作 叶剑英 杨尚昆主持的中央后方委员会 专一道进西北统筹后方的工作 从主动撤离延安开始 到1948年3月23日东渡黄河 毛泽东运筹帷幄 在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同时 率领中央机关依靠陕北优越的群众条件和有利地形与敌周旋 把湖宗南部几十万大军牵着鼻子走 使他们疲于奔命 到处枯空 转战陕北的重大决策和生动实践 充分体现了毛泽东非凡的革命感略和高超的指挥艺术 将湖宗南等部牵制于西北 侧应了其他战略区的作战 1947年夏秋 毛泽东指挥刘邓 陈素 陈谢三陆大军 大举出击 侵略中原 展开了气势磅礴的战略进攻 人民解放战争由此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